今天要給大家帶來的主題是RWD 1小時就散走 大家聽到這個題目就會覺得真假 我是Even 如果你想要了解我的介紹叫evenwood.com 你可以知道說2000年前的網站都是ResponsiveMark 我們來看看Wikipedia 看起來這個手機好像沒有問題 因為它都是一行 手機比較窄 這是美國百貨 好像也是Responsive 之前的Yahoo 它也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CSS跟Table之前 所有的網站都是Responsive Design 所以是真的 其實這一分鐘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個叫做SUSI的Framework 用這個Framework真的有可能一個小時就可以上手 SUSI是基於CSS發展的Responsive Grid Framework 大家可能會問什麼又是一套Grid 為什麼老是要有新的Grid出現呢 這邊講一下其他Grid Framework的缺點 像GoodTrap Foundation這些東西 它通常只能從Fluid跟Fixed Width去挑選 二選一 沒有什麼第三種選擇 那Responsive Design 無法任意調動的欄位 比如說你要兩欄 然後Ped的部分可能突然變六欄 那主要部分可能一半一半這樣也沒有辦法 就是它只是其他的Framework 只是Desktop Grid的縮小版而已 那只有在那個Mobile版本是維持一欄這樣 如果各位有做過Responsive 或是有研究過就會知道 那還有一點就是其他Framework都有 那個HTML都要加很多class name 就是有點骯髒 那SUSI剛好就是這四個答案登記 它除了有那個Fluid還有Fixed Width 那它還有一個叫做Magic的這個方式 那Responsive它也可以任意調動欄位 這個等一下我可以LiveDepth給大家看 還有在Ped跟MediaGrid可以隨你安排 中間要加多少個BreakPoint都沒有問題 那還有就是它使用它可以保持乾淨的HTML 好啦可能是S有點小張 那先秀給大家看之前 剛才有用這個書寫來做兩個案子 一個是這個 這四方縮小再小再小 OK 所以這個版本我總共 你可能會以為有四個版本 事實上它只有一個BreakPoint而已 那像這樣的案子 新手用SUSI只要一週也可以做出來 那這個是真的 因為剛好在這個案子之前一週 我奉辭一個員工剛醒來 然後我就教他 然後一個禮拜就做出來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案子 是上個月的HITKON而立第三網站 它也是用SUSI的Framework做的 變大變大 然後這個你會發現在Mobile版的時候 這個 它的Menu是往右邊 整個畫面會往右移動到左邊Menu出來 那這個部分的計算也是用SUSI的Framework去做計算的 好 那這是一層表 這一層表也是用SUSI自己去開發那個Grid system 好 很簡單的弄出來 那像這樣子 收斂著用SUSI只要一天就可以做出來了 剩下的時間可以來改錯值等等 那會用SUSI的話 你必須要會先 先要會用SaaS 那也要知道Compass 所以今天不會介紹這些東西 那當然你要會裝SUSI這個Extension 那如果以上都不會的話 你可以用一套叫Five 等一下會講一下 那現在進入正題 如何安裝SUSI 如果你是用Tamila安裝的話 你可以看這個網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用Fivelap的話 因為Fivelap裡面其實有內建的SUSI 只是它的那個版本比較舊 那我們必須手動安裝一個新版的 所以你就去官方這個網子去下載 然後把它解壓 然後再丟到這個資料夾裡面就可以 那資料夾就是從那個Fivelap那邊去打開 把它丟進去 然後記得要renam成SUSI 不然跑不起來 好 那第一件事你要寫SaaS的時候 第一行一定要import這個SUSI 不然當然跑不起來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你要設四個基本的Grid設定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第一個Total Columns 就是你全部的這個整個欄位要擠欄 那像右邊這個圖案 就看到是四欄 OK 那每一欄到底要多寬啊 就第二個參數 60pixel 那第三個是那個Guard width 20個pixel 就是每個欄中間要距離多少 那最後Grid padding 它跟上面這個Guard width 很多人搞不清楚 其實Grid width Grid padding只是這個 這個Grid最左邊跟最右邊的留白 這樣子 那這個單位你可以用pixel 你也可以用em 但是你不能上面用em下面用pixel 這樣會出錯 這是有限制 好 那做好設定之後 我們就要來做容器了 對不對 整個頁面的容器 那我這邊HTML有一個 叫做classes page的這個element 然後我只要include container 好 它就做好了 然後如果你要看include container裡面 到底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用這個debug的語法 就是它會幫你在背景畫一個 那個green的線條 那畫線大概是長這樣子 可是要注意的是就是說 那個chrome的線可能有點歪 那bypass比較穩 這個是chrome的bug 以後應該會修好 好 那娛樂時間 我們先來看看好了 OK 右邊就是現在這個 這個專案 然後左邊就是我即時的這個 那個sus code 好 我這邊有四個 就是剛剛說的那個設定 那現在是6 我如果改4 你可以 它瞬間就變4欄 所以你可以改12 好 它也是12 那剛剛有說fluid跟fix width 我們之前在用其他的framework 都要從這兩條選 那這個 這個用susi的話就不必了 你12欄它會計算那個 12個欄位在乘以下面的參數 它到底總塊是多少 然後最大就是固定在那邊 但是萬一你如果比這個小的話 寬度如果比這個小 它會擠壓進去 擠壓進去 擠壓進去 那這個東西可以讓我們來利用 就是說 Responsive的意義是 是適合所有裝置 所有寬度的 的一種設計 所以它不應該只是 只是到某個寬度 跳為另外一個寬度 然後可能只有到這樣子的時候 變成手機板 那我把它改回來 那我把它改回來 4 改6 那這邊如果改大的話 它也變寬 這樣子 切換各種不同欄位的布局 那我們會發現說 這個網頁下面還有另外一個區塊 那上面我們就給它一個class 叫man 下面的我希望它是scibar 就可以一個class 那我們要怎麼分派這個欄位呢 把上下的elemen分開 第一個就是用這個spancolors 那它裡面的數量 我希望是12欄裡面的9欄 就是這樣寫 那如果你後面這個數字 12這個數字如果不寫的話 它就是自動吃那個totalcolors 那第二個scibar我要給它3欄 我就直接寫3 然後多一個omega 這個omega 其實是數字裡面定義的一種 最後一欄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網站 左邊然後右邊 右邊的最後一欄是scibar 那你就要給omega 不然它會出錯 然後最後一個12 也是12欄裡面的意思 所以你不寫也沒有關係 OK 好 那如何調換左右欄位呢 這個omega 你把它放到前面那欄就完成了 這真的很簡單 所以它就可以輕鬆做這樣子 我來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先做一個12欄的 OK12欄 然後我希望這個man的部分是9欄 然後scibar 給3欄 OK 它就跑過來 跑到這邊了 而且它是完完全全彈性的 當然說到太小就頓看嘛對不對 這等一下我們再去解決 OK 對 剛剛講到Responsive Grid怎麼做 因為我們剛剛說到很小的時候 它還是12欄 不對啊 那 這邊就要了解兩個語法 一個是add breakpoint 一個是media layout 那先了解media layout 事實上呢 有這麼多選擇 可是其實很多東西我們用得到 我們可以 了解前面三個就好 第一個就是使用12欄布局 其實這個東西就跟剛剛我們設的那個totalcolumn 是一樣的意思 那第二個是 只給一個單位 30EM的單位 或者是你給pixel也沒關係 那它就是給min width的意思 那如果你兩個都給 兩個都給 就是你min width 是多少單位的時候 然後是幾欄 那這個 這個例子就是 min width在30EM的時候就給12欄 這樣子 好 了解到media layout之後 就把那個數字把它填進來 add breakpoint裡面要填那個 那個media layout的那個值 所以這個就是30EM的時候要變12欄 然後裡面再include這個container就可以做了 那剛剛是這個add breakpoint去包page 那其實你可以反過來 你在寫page的時候 點page的時候 裡面include add breakpoint這樣做 那其實這個是完全一樣的 然後因為我們是在寫sars嘛 所以我們的sars可以在進化 那把這個media layout存到不同的變數裡面去 譬如說我pad我有desktop 那我可以這樣寫 這個 我們預設可能會寫一個 手機版本的一個container 然後在用pad的時候 重新設定它的container的位置 然後在desktop的時候 再去設一次 這樣子它後面就會覆蓋掉前面 也就達成了我們那個mobile first的一種效果 那剛剛這兩頁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這有三個點page嘛 那其實你可以這樣寫 就是一個點page 然後把東西都寫在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那其實還有更厲害的 更厲害就是說你那個東西都不要寫 這是上一個東西 然後你可以把那個media layout 直接寫在container裡面 它就等於是這個 然後這個再這個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做看 就現場做一個responsive 那一開始 我想說先做手機版 對不對 那手機版我給個4 給4 好了 OK 有4啊 那 我很不希望說它這個 它是會影響 所以我先把它 把它阻解掉 前面 前面是主要的內容 然後後面這個是sibar的內容 再來下面按鈕 然後 你可以頭像 這樣子 然後 做完之後 這個手機版做完啊 接下來怎麼辦 做一個這個 我們就用剛剛的技巧 第一個 我們用phone 然後phone去定義 這個原本的totocolumn 給phone 然後 我們多一個desktop desktop 我設定768的時候 就變12欄 好這樣設定 好 然後我們就 把它稍微長大一點 好 那你會發現說這背景錯啊 因為 因為 那個背景沒有重寫啊 那我可能要 那個重寫一下 那個debug的檔 debug 因為 你也要讓背景重畫 就在desktop的時候 重畫一次 這樣才會對 好 那這樣就好啦 很快 你看 它12欄 然後 說說說說說說 因為你在768以上就是12欄 所以 它還是12 直到你小於768的時候 才變10 就這麼簡單 就做完了 對不對 其實還沒有 那個 那個剛剛我們有設這個面跟sidebar 要在desktop 裡面 把剛剛寫的那個兩欄的那個語法把它放進去 就 就好啦 然後把它組點拿開 好啦 好啦 做完了 那我這邊是只有寫兩個free pointer 那你中間你可以自己再新增 新增個pad什麼的 這樣子 這樣子 OK 所以剛剛mobile person做完了 然後 你可能 網頁裡面還有很多UI的元件 UI元件要怎麼做呢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你 比如說你一個button 然後它的樣式在這邊 然後你桌面版本的樣式 就寫在這個desktop裡面 OK 那我們來學學那個按鈕吧 這個按鈕 我們在 在這邊可以看到 現在就報名 這個按鈕很大對不對 可是如果 我到desktop版本的時候 哇靠 這個按鈕就太大了 我覺得在desktop版 不用這麼寫我的大按鈕 我想把它改小一點 OK 然後我們去找那個class 看你在哪裡寫 那因為live demo 我都習慣先寫好 阻解掉就好 那desktop 然後裡面 寫一些數字 這些數字 這些CCS的那個語法 其實就是覆蓋掉前面 我不要東西 這樣子 OK 我存檔的話蓋好了 就這樣 所以其實要修改一個 一個element 這個 或是一個UI 就在每個版本有不同長相 就這樣寫就好 的確是很簡單 OK 對啊 還有頭像 當然他的頭像怪怪嘛 對不對 其實我們有一個那個 那個 蘇姿裡面還有一個語法 叫Isolate Green 那這個東西可以專門用來 做一些 像相簿一般的東西 比如說都是一樣大小的圖片 等等的 那我們來做做看 頭像 現在頭像怪怪啊 因為他是 他是四欄 這個 四欄的一個一個規則 因為我事先有把它寫在 我看看 寫在這邊 OK 那因為我們說是用Mobile Hurst的方法去寫 所以沒有任何Black Point 就是一個Fone的 Fone的Layout 那這個 這個東西很省 把它當黑盒子再用好就可以了 那個你按二的時候 它就是佔兩欄 這樣子 那 大家可能會說 這個 這個有點 有點不準 不過這不用管 就是 因為後面那個背景有點歪 對 那它永遠都是 不管怎麼說 當然是佔兩欄 對 好 那一欄 可是我如果在Desktop的時候 它 它 它還是 這個 四等份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AdBreak Point 然後再把它撤回一欄 OK 它就乖乖變成一欄 也就是說 這AdBreak Point 都會去參考這裡面的東西 然後自動影響裡面的設定 雖然這兩個一法完全一樣 那如果說 如果說你這邊 Desktop想要一欄 你設定很餓 其實也是可以的 就這樣子 那它也不會影響到裡面 裡面還是一 好 那如果 如果我今天這個 做到這個地步 我都已經做到這個地步 結果我老闆傳送我說 你12欄不好 改16好不好 那你如果是自己其實是一招瘋掉 那這邊你就 你就很輕鬆 你就把它改成16 對不對 OK 改16那個東西會壞嗎 不會啊 它還是一樣好 結果這個 這個真的是16 改身少一點好 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38 OK 它還是2 然後 Mobile板也沒有變 Mobile板還是 還是1 這樣子 所以這東西真的 很 很好用 咦 怎麼以下這個牆 我還想太快了 好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 自己做這個 Grit system 怎麼做 我等一下可以demo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你也可以做 去做貓咪牆 那其實這兩個東西 是用SARS去 去設定那個 那個 span card 因為剛剛我們講 我如果要設 不同的欄位 就用span card 去設 然後這個是一個 就一個圍圈 然後它從1 跑到toto card 那你就可以做那個 這樣 不trip一樣 span1 span2 span3 一直到12 那這個 這個東西 除了寬以外 它也做了高 像這個 這個我是利用一個block 然後去設定它的寬跟高 那寬跟高 都是從1 跑到3 這 這個 兩個回旋 看起來很蠢 那其實 用SARS沒有辦法 因為裡面提供那個 算是不多 只要這樣寫 然後 這樣就會一直出現 那個 1-1 1-2 1-3 然後 2-1 2-2 2-3 這樣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去控制到寬高 那高這邊會看到有一個columns columns是 會幫你計算 一個 一個長度 比如說你給一個columns2 它就會幫你算 兩個欄位的時候 它是幾個 幾個pixel 或是幾個em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把它用在別的地方 比如說paintop 那paintop 那paintop 這個東西是垂直的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固定一個blocker的高度 然後 blocker 跟其他blocker的間距 我們也可以用一個這個 這個gatter 裡面去 去設一個那個contest 它就會把這個 原本 原本你在設grid的那個gatter 拿出來用 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那 可以來看桌 這個是 我來看一下這個檔案 在哪裡 好應該在這邊 OK 我們可以看到一開始 我是設了info susi 然後我要12欄 因為我立志想要做一顆9603的 那 這邊一樣 然後 我設一個這個debug 它看什麼處 然後右邊我把它打開 OK 這個是12欄的framework 那我怎麼做 我這邊就是用1 然後到totalcolors去做各種不同的這個 這個span 所以我在這邊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去寫 比如說我要3 然後9 這樣子 你可以寫自己喜歡的這個 framework 然後 6 那像這個 因為它加起來不到不到那個12 所以就有點問題 所以你就是透過這樣子寫法 你可以自己做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做 有時候我要做一個贊助商的列表 那大家也知道贊助商 有的有錢 有的有錢 比較少 對不對 所以就要做一個framework 讓它這個 這個框有大有小 對不對 那有時候 它贊助了 可能先贊助1萬 結果後來發現 口袋還有錢 就再對丟多少 然後你就必須 瞬間把這些欄位加大 所以 你就可以透過剛剛用這個framework 你就不用重新再去寫一些css 那這個東西 雖然有大有小 那你還是可以把它寫成這個responsive 然後你可以在原本的那個mobile grid 裡面不要寫span column 它就不會float 最後一個demo 就是剛剛說那個貓咪牆 貓咪牆其實跟 跟那個贊助商的東西是一樣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全是貓咪 那有高有低 其實它的高低是根據 我當初是這樣規劃的 就是說 它根據它原本這邊的高 它是多高 然後它收到小就多高 因為這樣子 其實這個idea是出自於寫贊助商網頁 因為戰助商希望說在手機板的時候 也可以看得出大小 對不對 那 那你這樣寫 寫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貓咪牆 你就可以再去改它的這個size 比如說2-2 第一個就變成2-2 然後你改到之後 這邊就留一個空格 所以你前面就可以增加一隻貓咪 那可能就給個椅子了 這樣子 OK 就貼滿了 很快 好 OK 然後 結合結束 對 所以 其實 一小時就上頭是真的啦 大家可以回去試試看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出滿意的 那 那 我這邊開個社團 如果你是不是有任何問題 我可以加入這邊 OK 結束啦 你 那 那 我這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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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